说起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 就不得不提起 由四组明星嘉宾和萌娃们参与录制的《妈妈是超人》第三季 自该季节目播出以来 原本就参加过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的萌娃恩亨更加光彩夺目 小小年纪的她十分绅士 把妈妈当成小公主般宠溺 无论是情话 还是暖心的话都说的666 情商智商都非常高 有一期节目中 霍思燕带着恩亨来到了特效馆 竟意外看到了杨幂的头像 霍思燕一句恩亨这是你老姨迅速上了热搜 原本李小璐霍思燕杨幂等人应喜欢泰迪 而且年龄又相仿自然玩得比较好 以至于被外界称为泰迪姐妹团 然而外界却屡传两人因墙角风波而不合 作为当事人虽未回应 但两人微博却互动频繁 甚至一起过情人节 而近日杨幂在接受采访时 更是正面回应了恩亨这是你老姨的问题 甚至还专门跟霍思燕说 让恩亨喊一句老姨 恩亨也十分配合喊了一句老姨 么么哒 果然十分符合小暖男恩亨的气质 大秘密说到这段时 简直全程姨妈笑 不仅如此 节目中杨幂更是爆出了女儿小糯米 喊货思燕的称呼 一句崩体十分符合小糯米的气质 如今刚过四周岁的小糯米 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香港 杨幂曾在公众场合夸奖小糯米英文好 一开口就说英文 甚至狂飙英文与鸡蛋对话 大秘密还自嘲自己英文太烂 怕小糯米五岁以后说的英文 自己会听不懂 杨幂或思燕这对好闺蜜隔空互动 简直太甜蜜了 希望以后N可能与小糯米同框